嗨 我是老闆 我是小千 我們要準備回台灣了 要離開丹麥 正式回到台灣生活了 之後我們有 有預計要拍一集詳細的分享 關於來丹麥跟決定要回去台灣的這些決定 我們在丹麥也生活了這麼長的時間 食物其實跟我們習慣的很不一樣 再加上物價實在是太高了 所以我們其實還是以自己煮比較多 但是就是 就是近期意識到就是我們已經要回台灣這件事情之後 就突然驚覺 蛤 要回去了耶 就會想說是不是有什麼東西 要趁著還沒回去前趕快再來買來吃 不然之後就真的沒機會 所以我們今天呢就是要來準備 回到台灣以後會想念的十大丹麥食物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去超市買這些東西啦 我們買回來啦 我們總共買了十大類食物 是我們回台灣會想念丹麥的食物 做個晚餐 演示一頓道地料理 不見得道地啦 不敢說道地 但是至少是我們真的 食材道地 而且我們真的在丹麥的時候很常這樣吃 荷蘭牛本來就是歐洲的牛 所以其實在這個氣候下盛產牛奶 所以牛奶也非常便宜 還有非常多種類的乳製品 這是這裡很有名的品牌 其實在台灣你也可以看到 就是阿拉 這個就是一般的全脂牛奶 他們這邊沒有那麼流行的全脂牛奶 只是我們比較喜歡的 因為一般全脂是3.5% 還有1.5% 0.5%的 還有0.4 0.1% 就是很多種低脂牛奶 超級低的低脂牛奶 對那這個現在在台灣應該也蠻看得到的 就是這個 Nactose Free的這個牛奶 以前的這個牛奶是更便宜的 但是自從戰爭之後所有東西都有漲價 在台灣反而是沒有那麼常喝牛奶 比較多拿來就是泡辣鐵 但是現在我們就有很多種用途 沒錯 丹麥是一個非常有名的產豬大骨 老實說其實台灣養豬產也很不錯 但是講到養豬阿 丹麥一定是全世界最強 我們在吃這種排類 肉排類的這種排餐 我們基本上就去看它的Marvel 第一次看到以為它是牛排 丹麥的牛自己也是自己產的 但是它的牛排真的 牛花都不好看 對這個牛花還是沒牛阿 他們好像比較習慣吃比較瘦的牛肉 對他們的習慣是這樣 但是他們的豬真的是養豬 而且他們會分切出這種類牛排的這種部位 所以我們食慕斯也都會買 甚至朋友來丹麥找我們的時候 我們都一定會推薦要煎豬排給他們吃 這個我真的是會蠻想念 因為這個在台灣我自己是沒有看過的 他們是真的很愛吃熱狗 但其實它應該算是單吃香腸 因為它就是味道不太一樣 加上他們的整個熱狗堡的搭配啊 我在德國也沒有吃到這麼像的東西 等一下也會真實呈現丹麥人怎麼吃熱狗堡給大家看 我像是台灣吃到那種比較鬆軟的麵包 他們都是做那種 就是歐式麵包 對就是歐式麵包 然後是那種酸種 所以它其實是麵包本體就會有 就它不管長什麼樣的麵包好像都一點點酸 所以吃起來它本身麵包體就會很香 但會比較硬一點點 那拿來沾油醋其實是非常適合的 這個醋啊就是它有各式各樣的 不同酸度不同強度的這種層醋 還有不同果 對但我們後來發現我們好喜歡這種果醋 這個特別是無瓜果 油醋油果醋的這個沾烤麵包 就非常好吃 那在台灣的話你可能要買到 一顆這麼大的酸種麵包 可能要三百塊 對可能差不多 你吃得出來它真的是很不錯 就你在超市隨便買 就可以買到我們要去 在台灣特殊的麵包店 才可以吃到那種很不錯的歐式麵包 因為畢竟這就是歐式麵包 就是他們的主食 我自己在台灣 比較常吃的麵包形式 反而是那種加很多餡料 台式或日式麵包 台式或日式麵包 但是日式麵包也好好吃 也很好吃 也很好吃 也沒錯啦 麵包畢竟是精緻便本 那這種麵包是相對 所以沒那麼精緻 油啊糖啊那些比較少 最惡感也會比較少 最惡感也會比較少 丹麥在外面要去餐廳或什麼 物價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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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高 各種大小都是他們有各種不同的這種餐盒 不是Ready to use 但它其實是幫你準備好 你就可以整個移出來進你的烤箱 可能直接烤一個三十分鐘就可以吃了 我覺得特別想要介紹這個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他們真的很擅長做馬鈴薯的料理 他又有做餐盒的方式 等於我們可以不用自己處理 所以可以很輕鬆的就吃到很好吃的馬鈴薯料 因為就是他們的主食 就像是飯一樣 對沒錯 我真的覺得這個應該會是我回去之後非常想念的東西 這別人對他們來說他們基本上隨時都是草莓琴 反正他們就算天氣有變 他們也可以往北一點或南一點 整個歐洲的草莓真的是 超多 而且他們這些草莓是超爆感大 而且我覺得我們買過這麼多次的經驗是 也真的都還算蠻甜的 就是又大又甜就真的很好吃 當然台灣也偶爾會有這麼大 你真的去草莓園或者是去產地 也會有這麼大這麼好吃 但就會非常貴 他雖然說四季都有 但他還是會有比較丟席的時候 他真的是超大超甜 超香 然後又超便 再來還有藍莓 我們在這裡遇到的藍莓是真的都超級大顆 有時候甚至會買到一顆這麼大 他以為是葡萄 他以為他拿到葡萄 對跟葡萄放在一起 就是跟葡萄差不多大的這種程度的藍莓 而且藍莓真的都超級好吃 台灣有自產藍莓的時間的時候 我們應該已經在過了 還沒有吃過台灣的藍莓 不知道它大不大的價格怎麼樣 不過這邊的藍莓是真的很棒 那葡萄的話就是也是蠻便宜 真的我好像沒有吃過油脂的葡萄 以無脂葡萄來說它500克 大概18到20塊 而且都很甜 我覺得這邊有趣的事情是 吃水果的習慣跟在台灣完全不一樣 在台灣喜歡吃的都 這邊都吃不太到 然後或者是不好吃 但是在這邊有 就是這三個是真的非常特別 又非常好吃 然後也有這個性價比優勢 其實我們主要想要介紹的就是 沙拉這個食物 他們的沙拉文化啦 所以他們有非常多種的生菜選擇 這個的話就是它特別好吃 你看它的包裝就是比較遵循 它看起來確實還沒幾點 它這個就是 在台灣可能要到你說那種 飯店的buffet它才會有這種 等級的生菜出現 它這樣一盒啊 它也沒有寫重量 就是這樣差不多一朵這樣子 這樣要18塊 所以其實算是不便宜 不懂口味的鮭魚 不懂口味的鮭魚 把酥皮農場condense進去嗎 沒有沒有 就是那種 咖啡廳有時候不是會有這種 小派小卷嗎 它的內餡其實是有點像鹹派 只是它用酥皮的方式把它包起來 對而且它其實蠻大的 就是一個很好吃的鹹派 有時候在你真的沒有那麼想煮東西的時候 它可以快速的 就是 讓你有飽足感 然後又很滿足 這個真的是不錯 很方便啦 很方便的小吃 他們這邊很愛吃肉桂卷 還有一些那種千層酥的蛋糕 我真的是沒有想到 竟然還可以把它做成冷凍的 烤起來很好吃耶 很香的現烤 對超級酥 它是現烤的 是不是 我們自己現烤 或者是麵包店的現烤 所以它那個酥度 超讚 它也甜度OK 酥脆度很不錯 然後自己弄就很方便 因為它等於是已經都弄好了 我們自己烤 烤個20分鐘 超快 晚上吃晚飯好像沒有吃飽 但這時候你其實外面已經 不像台灣隨便都有鹽酥雞啊滷味 豪爽 或夜市 這邊就沒有 你就只能吃這種 或者是這種 一個是這個 豬皮餅乾 這個有來丹麥找我們的 我們也都會推薦他們吃 三層肉的那個上段 每一個產品的做法會有點不太一樣 有些是純皮 有些會帶一點油脂 有些是會帶很多油脂 然後拿去把它炸到完全酥脆 然後可能會做一些 脆到就像餅乾一樣 然後再做一些不同的調味 其實老實說有點像是鹽酥雞 鹽酥雞餅乾 鹽酥豬餅乾 鹽酥豬餅乾 再來就是 這是我在丹麥最喜歡吃的 兩種 羊魚片 我覺得問你到底是吃了多少 才可以篩出兩種 我是基本上 丹麥有的羊魚片 我應該全部都吃過 就是大牌子都吃過 所有牌子的 幾乎所有口味我應該都吃過 因為我第一年來的時候 就是自己很不方便煮 然後我覺得 有時候回家真的累 然後也懶得煮東西 我就抱著這個 然後倒一杯果汁 然後就這樣 在那邊看影片 有時候就這樣睡著 這個口味就是真的蠻特別的 不過其實這兩個啊 可能都不是丹麥很低 但就是歐洲的啦 那像這個好像是上次我們在 英國 不是我們上次在 冰島的時候發現的英國牌子 這個真的是很好吃啦 所以其實 好好吃喔 爸爸說這個是起司 跟我們有四個紅椒口味都很讚 這個的話 KEEP好像是德國牌子 我也不太確定 但是這個真的非常好吃 而且在丹麥其實蠻難找的 就是大部分的超市都沒有 他要在特定的小超市才找得到 這個口味呢 他是這個 辣椒口味 墨西哥辣椒口味 超好吃 他有一點點辣 然後又有一點酸 不過感覺他們的 鴨魚片的分量都稍微比較多 就聽起來好像貴 大概就是可能70-100的這個Range 但是因為他 這個是150克 這個是175克 其實都比台灣大包非常多 台灣最常見的那種Size 大概都60-70 50-60 我是羊魚片專業的 羊魚片系 好我們今天就來做個蘑菇濃湯吧 蘑菇蘑菇 躲在市場的角落 蘑菇蘑菇 變成一碗湯 太快了吧 熱鍋下油之後 倒入剛剛切好的一整顆洋蔥 炒它 蒜泥 再把它炒香 加入奶油 然後就可以倒入我們滿滿的蘑菇下去炒啦 換到這個湯鍋裡 倒入25克的麵粉 牛奶倒入 適量 適量 你覺得你有多少能力就加多少牛奶 嗯? 我們沾腳 你說財力還是說這個 就是因為其實它就是奶味的程度嘛 其它就是補水啊 然後我們來加一點鹽巴跟胡椒來調味 再沙入一點鹽巴 欸好像是這麼燙嗎? 請看生物鹽 靜待數十分鐘 好啦 然後我們的湯就煮得差不多了 很濃喔 不過如果喜歡那種細緻口感啦 這時候就是可以再用那個 你知道 調理機把它打碎 打到變成 看不到質地 但倩說他喜歡吃喔 可以吃到東西的 我覺得不錯 有口感的 滿爽的 牛奶料理 其實就是把它當牛排煎啦 那其實就是一個乾煎 然後目的是做出這個 美辣反應的這個 脆皮化 這塊我們今天挑的 算還好 因為它比較像梅花 沒有那麼那麼漂亮 對 但是也還OK的啦 因為這種事情有時候 比較看勇氣 挑牛排也是要看勇氣的 就是除了你手近看 可以感覺到溫度以外 你稍微 有煙 不是油紋 有辦法這個 這個油紋的時候 代表其實油已經夠了 兩面一定要先擦乾 因為擦得越乾 你的美辣反應就會越漂亮 因為你基本上 你在煎低麵的時候 它就是會出汁 所以我會 翻面前我會再稍微擦一下 台灣也是養豬大國 但是 丹麥是全世界最強的養豬國家 他們的這個產載率 跟育成率 都是全世界最好的 那甚至大家的種豬 有很多是跟丹麥界 對 然後他們的產銷模式 也是很特別 因為你每個小豬場 就是養出來的豬 那個肥度 那年齡可能會不太一樣 但是 反正他們的就是 是透過合作社 去做分切分級 然後去分類 去做外銷 對 他們就是一個 有點像是 養豬出口國家隊的那種感覺 所以 是真的滿厲害的 那台灣你其實 比較少直接去 這樣去乾煎豬排來吃 完成了 很難想像回台灣 你還會 去買這種豬排來 當牛排煎 好 而且這個麵包啊 除了沾油醋以外 你可以配這個濃湯 光是 從烤麵包擠烤出來 我就覺得 有聞到它那個很香的那個味道 配這個也好吃 嗯 這好像不需要湯匙 用麵包當湯匙 然後看這個濃湯 怎麼樣 嗯 而且它很濃 它馬上 上面結一層皮欸 而且你也加麵粉 嗯 很好喝欸 洗草莓好吃的秘訣之一 就是 用大概五六十度的水 泡個五到十分鐘 真的就會變超甜 在網路上看啊 小沛波 我覺得真的有效欸 所以我們這個 靜待五分鐘 現在是水果時間 我們洗了一盤水果跟肉桂捲 我們常常就是在這個 吃完晚餐吃水果的時間 搭配著電視 我真的覺得冷凍的肉桂捲 可以做到這樣 真的很讚 超方便啊 真的又很好吃 你這樣給它炒麵又不甜了 嗯 也是 烤得 嘎風脆 其實這醬料什麼的 它其實有很多很多種 它還有他們很習慣加一些麻油啊 不過 我都是加各種 番茄醬啊 芥末醬 我覺得在歐洲 特別是我自己在丹麥 常吃到的 比較是吃到這個芥末子 芥末醬 這個我就覺得很特別 有一些高級牛排店 也會有 放一小撮給你當這個 牛排沾醬 所以我是 很喜歡這個 所以我自己都會加這個 我們這個外面吃到 它就是有很多種口味 比較可以複刻的是洋蔥酥 因為切新鮮的洋蔥有點麻煩 所以我們通常都是 選擇用這些東西來代替 上位咯 老實說吃起來跟台灣的那個 油蔥酥啊 有一點像 不過油蔥酥比較油 它這個很乾 它其實口感就是 就是提供一個很脆口的口感 然後又是洋蔥啊 這種 紅蔥酥這種 類型的口味 我們在熱高熱源啊 什麼其他地方 丹麥的那個 7-11 他們其實都會有一些這種 特質的這個熱口法 好 差不多就是這樣啦 很好吃 我們朋友來啊 我們都會推薦他們可以帶 洋蔥酥回去 因為不管你 像是吃這種東西 或者是吃麵啊 吃飯 其實撒上洋蔥酥都很熱 嗯 對但是 後來我們朋友說 好像IKEA其實也有買 但比較貴啦 然後這個就是昨天 介紹的 生菜 非常脆的生菜 在台灣 可以拿來炒的菜 太多了 所以你有很多 綠色蔬菜的選擇 但是他們在這邊好像 真的要炒到可以 像我們那樣 大火快炒的菜 其實選擇是比較少 我們真的是沒有菜可以炒 都拿寶寶菇來炒 反正非常奢侈 對因為他們那個 其實是拿來當沙拉的菠菜 就是小片葉子的菠菜 但是我們都把它拿來炒 因為太想吃 太想吃炒綠色蔬菜了 好啦 反正以上就是我們 我們回台灣之後可能會想念的 十大種類的丹麥食物 還有他們的這個成品 那如果大家有機會來丹麥 或是北歐 其實應該都蠻類似的實行 可以嘗試看看我們的中心推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等被回台灣啦 那我也會拍影片分享 我們在丹麥待的這個 我大概一年多 大概快兩年的這個時間 對他前面還要來交換過一次 這段時間我們待在丹麥的心得跟感想 然後分享給大家 所以如果你們有什麼想要問 想要了解的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那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分享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 支持我們中心更多更好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 我跑了兩個 所以我會有咖啡 酥啊 酥皮 然後裡面就是那個 像神派那種類型 胖 我們以後回台灣也可以 去找新鮮 很像我們那邊吃到的東西 嗯 我打到的話可以幹嘛打到 好啦 吃到啦 拜拜